新疆美女真的多,迪丽热巴仅平均水平,网友,我拉低了祖国颜值。 原创文章,转载请标明出处,谢谢支持。 我们都知道娱乐圈高颜值不是什么稀罕式,但是前阵子热传网络的志愿者版的迪丽热巴,被新疆网友回队,这种脸在新疆很本土,只是平均水平。 这不就是说新疆到处都是迪丽热巴吗?这让小编很激动啊。天拉撸,妈妈,我要去新疆。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,娱乐圈突然刮起了异域严峰,不少新生异域小花蛋罢屏观众眼球,正荡红的莫过于新疆美女,迪丽热巴了。 随便发条微博,评论分分分钟能上到几十万条,人气高到让人扎舌。 不得不说,胖迪的五官真的太美了。 大家都知道新疆自古产美女,新疆的美女都有着深邃又独特的五官。 在娱乐圈中除了迪丽热巴,还是有不少的漂亮新疆女星。 今天,我们就来唠唠娱乐圈新疆美女团。 佟丽亚。 佟丽亚的五官没有特别特别明显的抑郁风情,但是五官精致挺八官,长得威丸美丽,双颊的酒窝在一批银笑间可爱又醉人。 。 她整个脸情五官长得让人觉得非常舒服,十分有辨识度,在镜头前真的是三百六十度无死角。 。 如果要评选娱乐最美新疆女星,鸭鸭绝对位居榜首。 。 古丽娜扎。 同为当红小花旦,古丽娜扎经常被用来和迪丽热巴对比。 。 两个人张得都非常具有异域风情,如果说迪丽热巴是属于甜美清新美少女,那么古丽娜扎就是个冷艳中带酷的女生了。 。 。 大家熟悉她大概她的脸型,觉得她只是个空流美貌的花瓶小三。 。 实际上,古丽娜扎的上市野场非常出众,经常出席时上活动的她衣品也很棒。 。 。 很多人都不知道华菲良良也是新疆人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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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活中的奖心是个不折不扣的搞怪少女,各种顿子模仿的唯妙唯笑,圈粉无数。 麦迪娜。相比上面几位,麦迪娜大家就不怎熟悉了。 但是这位新版的香菲洋洋颜值长的是典型的新疆美女脸,十分内艳。 她在几部热门的IP剧中都有出演,古装十分惊艳,被称为人鱼公主。 虽然现在没有特别高人气,但是小编有预感这位小姐姐就是娱乐圈下个火起来的新疆美女。 热衣渣。热衣渣是谁很多人不熟悉,如果说是《甄嬛传》里的宁贵人就知道。 没错,不少人都是通过这部剧认识热衣渣。 她是锐利模特出身,首面迎评就获得女一号。 凭借《甄嬛传》刷鼠脸后,人气就一发不可收拾,气路越来越广,还因气收获了她的周先生。 小编这里只想怒好一百年,迪丽热衣渣仅仅是平均水平,平均颜值的话,我们普通人大概是拖了祖国颜值的后腿了。 还有那些颜值出众的异域美女呢?欢迎大家补充哦,小编帮大家整理出来。 拜拜!